習慣,沒有人追尋 有些如果我們追尋的話 的確確是看到它的脈絡 例如我想舉個例子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中國武術頗多或偏多 他們的套路,起色都是在左邊先的 又在右邊是結束的 亦都很喜歡講腰跨 腰跨是新的中位 這一堆種種的東西,其實都是跟中國文化 剛才趙少傅說道家的東西有關 我想分享一下 譬如我們在道家裏 即單道裏 我們會崇左,因為左為陽 左為陽 這種崇陽、崇左的 心態 在古代中國文化裏 引育到一個武術 甚至成為一個 民間發展的武術當中 甚至不覺而成為傳統 為何我們用腰跨呢 因為腰跨跟我們的丹田有關 亦都跟我們新的中緯有關 中間的位置 當我們用新的中緯 或者手的中緯去領的時候 我們發覺我們比較平衡 等等這些東西 其實在中國的武術裏面都印象不到 如果大家是喜歡中國武術的 除了實用的技術方面 這種文化的實用性 其實都應該去發掘一下 這是我一個的感受 很同意歐陽師傅所講的 其實剛才我們講講講 都是實用實用 其實中國功夫除了實用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內涵 正如你剛才所講的 一些跟道學相通 陰陽那些東西 其實我都可以分享少少 如果在異權角度 其實站莊 還可以轉化一個人的氣質 因為站莊 在外國就叫做 standing meditation 正常你 meditate 就是冥想 就翹上腳 但是站莊 其實他擺好人之後 要入定的 在那個過程之中 有一些比較急躁的人 慢慢透過站莊 變得平和 有些沒有自信的人 慢慢他的自信會出來 就是其實在中國功夫 有很多其他有價值的東西 或者兩位有沒有一些 可以分頭一下 西洋劍會不會有這方面的轉化呢 其實西洋劍因為 我們劍擊的運動裏面 當大家對打的時候 通常急躁的人就會輸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需要去刺中對方 而刺中對方是一個點的 如果你急躁很多時候 你根本都未控制到劍籤 你就會被人刺到 所以往往 剛才你說的 我們也上天說 當一個運動員 戴上個面罩的時候 可能他是另一個人 因為他知道我不能急 因為通常人 通常都不想輸 都是想贏 任何人都好 但贏不贏都是另一件事 但當他想贏的時候 他知道我不能急躁 很多時候 其實在練的劍擊裡 其實跟 師傅你說的一樣 就是在過程中 我們就要控制自己的心態 把自己很急躁的東西 慢慢撇長 令自己很集中 我怎樣去 在一個點裡面去刺中 這件事 久而久之長的時間裡面 就鍛鍊到他那種 不急躁的性格 慢慢他就會把劍擊這件事 帶入他生活裡面 其實是相當接近的 就是這樣 我想問問 其實劍擊 劍擊不是一個 即是你是 橋手很硬 或者是打慢力的東西 所以 當然不是 是一個 在說一個 是什麼東西的運動 是一個 其實你可以這樣說 劍擊是一個很全面的運動 為什麼呢 因為 你要思考 你要有一定的力量 一定的速度 一定的手腳協調性 一定要有一定的體能 其實簡單說 譬如現在我們剛剛有一個 世界 排名第一的女總 劍手 她很斯文 她出來的時候 她聊天是很斯文的 但當她戴起她的面罩的時候 她是另外一個人 她也不會跟你打力 因為她沒有力 她只會打什麼 她會打時機 打劍的感覺 其實這些就是 我們劍擊裡面 跟中國功夫一樣 你就不是一定要慢力才會贏 即是她是看對方的 人家的英文叫做 read 你的movement 就是看你movement裡面 中間有一個破綻 就是好像金融四個書裡面的 蜜毒孤九劍 看你中間 絕對是 絕對是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想刺別人 別人也想刺我 當我刺別人的時候 別人不會讓你刺 我不會說你刺我 她可能會想很多動作去防守 那很多時候我就說 我先給一個試探 假的動作 令到你去做一個防守的時候 我根據你的防守去走 同樣是 我做進攻 我可以做一個假的防守 讓你以為我做一個防守 你再來的時候 我又做另一個防守 其實跟榮春是很相似的 很多動作 怎樣令到他一些動作出來 我再短打 其實我意思是 蠻力在劍經裡面 是沒有什麼發揮的地方 又未必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的蠻力 已經超越了任何的時速的話 可能你贏的機會一樣有 只不過就是問題 但是 說真的 你有蠻力 就是別人會有距離 剛才我們講過距離感 當你的蠻力出來 我拉開距離的時候 你什麼力都沒有用 校長 有沒有這麼極端的例子 在這個鍵盤上出現過 純粹靠個人的天賦 有的 不過現在不是現了